前天君 你想出的那个冒充八路增粮的计划 真是神来之彼啊 就尽快地执行吧 屋下 属下接到报告 有前去增粮的小分队失踪 属下怀疑 八路可能察觉到了我们这个计划 在我们的防区内 还有一些上次少当缠船的八路军 何况还有八路的主力前方 到了我们的境内 我们这次的增粮区 区域有那么大 报夺过山势贤峻 小谷部队的遭遇是难免的 前天君不必为这个担心 何况我军的调动 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已经具备了 齐袭八路军根据地的条件 就是八路军 直到有皇军部队在冒充八路 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们也是反应不过来的 国下 属下觉得还是小心些为好 要不要对境内八路 再次进行清洗 不 目前还是不要打草金蛇的好 国军的调动快要结束 三天后 我们向八路的根据地 再进行一次少当 这三天内 齐袋军 请继续执行你的计划 要彻底摧毁 八路军和老百姓之间的互信 齐袋军 我是多么期待着胜利的滋味啊 是 大火 乡亲们都安葬了 放心吧 都安葬好了 我总是觉得 我总是觉得鬼子想出这样的毒机来 绝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祸害百姓 破坏我们八路军的名声 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 我们必须得挖出来 我们必须得挖出来 道理谁都明白 我也可以配合你 问题是怎么挖 你总得想出个办法来吧 鬼子要当理鬼 那我们这个当理鬼的 就冒充鬼子打理鬼 让他们自相残杀 有可能会暴露出真实意图来 我们去县城 去县城 那好危险哦 鬼子的牢骚就在那儿 对 就是要去他的牢骚 我们给他来个宪法之人 打听到最可靠的消息 不得行 不得行 县城县城 被日本鬼子占领了 还要经过发红手线 那不是送死啊 不得行 不得行 反正我不去 要不然怎么去嘛 我们在这儿 就得接受爱情了 兔崽子 你除了跑跑 还能不能讲点别的 老公不做了 打架这个爱情造型啊 闭嘴 从现在起 我们集体换装 三虎 去找些鬼子的衣服来 我们装扮成鬼子 专找冒充八路军的鬼子打 我 我觉得不是很妥当 哪儿不妥 鬼子上次大扫荡之后 我们还有很多战友 失散在这边 本来咱们也想着 到这边慢慢寻找这些战友 可是咱们要冒充鬼子 万一碰见了咱们战友 自相残杀起来可怎么办 我明白你的意思 话还没说完呢 一部分换上鬼子的衣服 一部分还是穿我们八路军的衣服 要是碰上了鬼子 八路军就是鬼子的俘虏 要是碰见八路军 鬼子就是我们的俘虏 听明白了吗 不是 队长 你这把哪里头都绕晕了 就是 我还不晓得碰到你是真八路 还是家八路呢 就这么定了 去他的老曹 现成 老曹 叫 叫 叫 裴护 住啊 接近鬼子封锁线了 大家打起精神来 注意各种情况 争取中务前到达县城 不管话做到来吼 过去能够我们篮起这一身匹 看你私奔过 知道怎么成功能扯了 这鬼子没那么好步道 一定要多加小心 來, 去找我 延遍 咋個好像 死你們八路軍的呀 是穿著八路軍的衣服 哦 肯定是根據地派人來接他們來了 別動 咋了 要真是咱們自己人 你穿這身皮出去找死呢 難道忘了穿著龜子皮 刮兮兮兮 別著急 摸清楚情況再說 這兒已經到了敵人的封鎖區 要真是自己的統治 怎麼可能大搖大擺地在這兒出行 對啊 隊長 別是這呂大少爺和鬼子穿一條褲子 騙膽們往他褲襠裡端吧 你放屁 老子向來打鬼子 怎麼能跟他們穿一條褲子 你小子腦子是不是讓呂提了 上脾氣了是吧 你恨咱們隊長 就像小鬼恨中鬼 誰知道您腦子那邊別說什麼屁了 真是 不是你小的小怎麼的嗎 遭送兩個去 行了大葵 你別氣他了 氣崩了他 咱們就沒翻譯了 大家都聽著 我會朝天開槍你們注意觀察 如果他們真的是八路 一定會還擊 如果他們是日本人冒充的 害怕無傷 只會序章聲勢 一蔽 千天軍 前面好像是我們的部隊 我們要不要上去打個招呼 我們不能過去 不打招呼的話 如果發生誤會怎麼辦 我們是在冒充拔路 這裡到處是拔路的眼線 我們過去跟黃軍打招呼 那豈不是暴露了我們的圖謀 出貨 哪怕是遇到了誤會 我們也只能冒充到底了 要是被拔路的眼線看到 說不定拔路會接應我們呢 他們開槍了 他們開槍了 是我們自己的隊伍 我們該怎麼辦 車隊 要是拔路來接應我們 正好一起消滅 大家都看明白了吧 做好準備 跟上去 伏特長 你先別追 你看他們都跑了的嘛 我們還追上些啥子呢 要是真的把資本人的大步 都給引來了 那我們就撕下了 這群鬼子冒充八路 總不會大搖大擺地 在鬼子面前出現吧 他們一定知道 繞過去點的線路 我們悄悄地跟在他們後面 摸清線路 就能通過封鎖線 以後 再去縣城就方便了 哎呀 伏特長 你說得對 只要我們通過了這個封鎖線 我們就能安全了 是不是 怎麼行 以後你早上能夠停啥子 好 跟蹤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隱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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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有人跟踪了 报告天天长官 没有发现任何人跟踪 这里地形十分复杂 保持高度警惕 这里是我军的防区 经常由我们的巡逻队经过 同志下去 保持队伍安静 避免和其他部队照面 千万不要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鬼子设下的桥子 咱们差不多都绕过去了 最后也是最难的一道 就是前面 这是一条铁路 小鬼子在这儿有个车站 为了防止游击队破坏 日夜都有人巡逻 两个免费 撒我过去 我们跟了他们那么久 还不知道他们的图谋 一定要跟紧吧 队长 那 咱们能不能再跟着那群鬼子 通过局点呢 这个地方绕不开 他们有办法过去 我们没办法蒙混过关了 那 那咋办 到时候再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 队长 那那帮冒充八路军的鬼子怎么办 要不然 我们先把他们处理掉 他们帮咱们绕过这么多道桥子 临别的时候 咱们得送点礼物给他们 手榴弹 手榴弹 那倒是大方 单要不多了得省着点用 对付这群鬼子 只有一个人就够了 什么意思 吕大少爷 下边就看你的了 蛤 嗯 嘿 娘这个脚谁敢提你 太太太 太太 鸭子 实务时间你拿得 吉祥安德都倒出了 啊 二度都会遇到啦 全克罗斯 什 什么意思 嗯 嗯 再敢这样玩忽之手 全拉出去枪毙了 对对对 饶命啊 我上有劳下有劳 不是我上有劳下有劳啊 再说呢不是我们土篮啊 是这几天兄弟们手不拔路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嗯 谁不辛苦 谁把你们长官叫来 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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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样的玩忽之手 杜边君他是非常的神奇 他要把这件事情 向小泉司令报告 让你们等待小泉司令的陈处 犯医官老总 麻烦您 跟着渡边太军每年几句 我们从前到苏不拔路的任务以来 目指是庆重之手 不敢有伺候携带呀 你们的劳累 我心里也是清楚的 我去跟渡边君解释解释 要劳你 要劳你 要劳了 捞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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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王八蛋 倾娅 走 小姐 小姐 野兵 小姐 我自己的忠可 你被赛露发现了 stur 正在那的语言 你都不想借了 是 是 你杀了吗 是 傻瓜 是 是 看来不是帮不了你们了 要真是劳累打个小短针没什么 可是都边君说了 你们的居店附近出现了拔路 队长啊队长 那这弯弧之手可是小事 这件事要往大了手 那就是有通敌嫌疑 那是要掉脑袋的 这个冤枉兄弟了 就我的胆样子 我哪敢通敌啊我 就是嘛 我看你这个汪八阳也不像嘛 这样子 汪洋补牢为时不晚 你马上去调集部队把这伙八路 全部绞了 我去跟都边君说说 有可能不耽误过 还有功呢 跟八路干仗 这个 实不相瞒 兄弟手下这些兵啊 怕是不得平我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这可是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只有这样 才可以让渡边军吸引 你手下的兵再也不能打 连七八个八路也对付不了吗 就七八个八路啊 废话 就七八个八路 马上调集部队 把他们全部收拾了 好 兄弟我马上集合部队 把这八八路全部拿下 好 迎面 是 你 我 本人 是 那是 他们的 是 我们不得赶拎 被虐待 被人输了 是 是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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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摸不清明底线 你吓走他们就可以 也不知道那些伪军 那些追没追上那批鬼子 他们要是打得蒸汽些 没准还能帮上咱忙 冒充一把鬼子 还真是发了笔小财 回头还可以到县城买点鸡啊 三胡 收好了 来 部队三 我给你三来给我死去吧 说 好 雷哥 也好啊 咋有这么好厉害死去 你还可以去去 对不对 行 要不要咋不信 我们咋去找一个围军体责 好不好 好 五毛聪明啊 谁还行吧 就这么定了啊 你那口四双花一张口就漏气 你要不怕把命丢了 回头带你发财去 咋 消命啊